枸杞是入肾经,它是滋阴清热明目,对于肝肾阴虚不足,造成的腰气酸软,疼痛,目昏,齿托,这种病人的话,使用枸杞更合适一些 中药上还有一个药叫地骨皮,它就是枸杞的皮,也起到了一种滋阴清热退虚热的作用,所以枸杞和它的那个搭档地骨皮都是对于那个阴虚内热的人,阴虚内热表现的肝肾不足,会使用起来更合适 如果你是一个脾虚弹湿的,是气质血淤的,甚至阳气虚衰的这些人,虽然都是明目,但是这个目明不了你的目 所以请大家也使用当中也要注意,中药的那些很多的说明和它的介绍,很笼统,很不句话 但是请使用当中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些措辞和它的一些伴随症来辨明你是否是阴虚阳虚 请大家都能辨别清楚吧,辨清楚就是好,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 就是说你吃了补的药了,把你吃的好歹了,正是吃死了,都没有错 反而吃了一些大热的药,大寒的药,把你就算治好了,都认为它是伤害你的身体了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虚,需要补这来,需要补那来 其实说不知现在的社会虚的人不多,反而是你多了一些你不该有的东西,是实很多 所以呢,真的是要辨别清楚去治 中药之所以它推广起来,或者中医推广起来没有那么的广泛 就是因为它是私人定制,我根据你的证,我治的方子就是适合于你的 你两个人同样都是头昏眼花 你俩的方子可能开出来完全不一样 你不能因为你吃的有效,你就给它吃,吃了以后效果不但没有 可能还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